中风后遗症案例 厦门彭先生 2009年11月9日 脑出血中风 做了开弩手术 手术后瘫痪在床 无法占绩 2011年底 遇到原始点时 双腿肌肉已萎缩 彭太太认真学习原始点理论及手法 帮她按推 经过一年的努力 中风后遗症 已有大幅改善 将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我老公就突然这样倒下去 也去动手术嘛 医生撞手术完出来 跟我讲说 你老公手术是很成功 但是她的讲话是要你先教小孩子一句一句的教他 一手一脚就不能动了 其实喔 我在中风时候 我自己讲话 听不清楚 自己听不清楚 对 现在 我老婆每天按摩 又是第二把 现在 有时候 有时候 跟老婆小吵架 又吵架了 现在她一天可以爬一百多层的楼梯 大家一下再多 又整起来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走路小贴是什么 每天多天喔 每天早上跟 一到晚上一折天 爬楼梯 现在目前爬楼梯 六十层喔 每个半小时 差不多 客厅 走路走路 差不多 没有 没有放手环 走路 差不多十趟 再每半个小时 再滑上 护手滑上这样 护手 注意学义行动 滑上 好手 每五分钟 举手收一下 拍下来 每半小时 刷手 三十下 我每天都按 每天按功课表 要自我要求 太软了 OK 2014年5月15日 帮太太推柔 2014年8月1日 晒衣服 2014年8月1日 更换衣服 不顾好 2014年8月2日 石工 7月1日 雨 2014年4月1日 流入 5月1日 10星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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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 7日